我的朋友是比较多的 我先后八次去过台湾 对台湾的情况当然没你们知道的多 但是我们也略知一二 台湾的科技是很先进的 尤其是台积舰现在能够做出 三辣米的晶片在全世界 这是独一无二晶片 这个是非常了不起 华为之所以能够在美国打压下 还能够支撑 最重要的是台积舰给它供应的晶片 这可能大家都知道了 现在咱们开始讲正妻 我看今天在座的女生都特别多 中国历史上女性爱玉是有传统的 从英序夫浩墓 到敬侯墓里敬侯的夫人 然后到我们永泰公主 很多墓葬都出土了大量的语气 数量很多也非常精密 今天呢有封几个专期解释 这是我过去做的课件 一个是古语通诗概论里面讲什么是玉 玉的概念讲一下 然后再做几个专期 和大家互相交流 预期是中华文明的基石和标式 中华传统文化赋予了它崇高的继位和价值 所谓黄金有价玉无价 中国历史上有必誉为价值连城的和氏弊 这大家都知道 以及出所迷离的所谓传国玉西 更有画干戈为玉伯的千古名言智体 这个话也可以适应两岸 两岸千万不敢开战争 打了仗以后 西僧里受苦受烂的是两岸的老百姓 与当权者无关 这个是我深刻的启会 这个 画干戈为玉伯就是要变战争为和平 画干戈为玉伯是千古的名言智领 玉奇艺术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民族文化的精神 折射出了我们民族不同时期物质生活和精神传统 中华民族 世界上除了中华民族以外 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被育出那么多的经历和情感 大家知道呢 毛利人也有愈 玛雅人也有愈 时间非常短暂 在他们的社会政治生活当中 延续的时间很短 起到的作用呢 不能和中华玉文化相起并论 玉奇成了中华龙耕鲜明的智慧结晶 玉奇和玉文化反过来又影响了龙耕鲜明的思维模式 近万年来不曾中断的古代玉器 对于我国古代民族文化的特质 民族性格 心理趋向的形成 以及价值观念 包括艺术品味和修养 审美观念的变化 都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雄子大略》里面也讲是 仁之于闻学也 又欲之于琢磨也 诗经讲如怯如琢 如琢如琢 如琢如磨 未学问也 何自毕 仅理智觉也 欲仁卓子 为千子宝 人对于学习和研究古代简记 就像胶着诗对于胶着玉石一样 诗经里面说的切磋就是 制固磨象牙 琢磨就是加装玉器 但是现代人研究的结果认为 切磋琢磨都是制作玉器的过程 那么做学问就像胶着玉器 匾合的玉壁原是乡里固境门坎的七型石块 经过玉工对它进行仔细胶着纸 就成了欠下制 就是正道 如何认识古玉 就是怎么样才能够判断这块玉是古玉 因为大家知道 海峡两岸包括香港澳盟 有中国人的计方 有华人的计方 总是有假东西 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 其实早在古代就有人防御 而且有违古玉 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所以要认识什么是古玉 大概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判断 一是要看它的材质 就是什么材料的 新疆核钱玉 还是干青的玉器 还是绣颜的玉器 还是蓝钱玉 还是俄罗斯玉 或者是所谓的阿富汗玉 还是韩国玉 这是要看材质 二是要看青色 对青色有人认为是盖化 有人认为是白化 有人认为是老化 总之青色是一个原材料 原生态玉再生态 任何古玉 古玉必有老相 但是也有特殊情况 它是古玉 它是上面看不到青色 这种情况是怎么形成的呢 比如说唐代里 就是荷家村里唐代教藏 教藏出土了大量的玉器 这些玉器呢 当年是装在一个银盒子里 几个银盒里 银盒呢 再放到陶瓮里 把陶瓮埋在地下 所以那些玉器 都和土壤没有任何接触 没有接触 它和青色 所以说不是绝对 但是在土壤里 在遗址中 在墓葬当中 发现的玉器呢 百分之九十九都有青色 就说不是原色了 已经发生了变化了 就说有特殊情况 一般是古玉必有老相 也有特殊情况 第三个方面 是要看器型 这个东西呢 这个器型啊 每一个时代有不同的器型 但是也有些器型啊 一直传下来 七八千年 比如说玉碧 就是发现的时代很早 这一直传到清代 还在做玉碧 但是绝大多数器物呢 它都有时代特征 这个时代 它就做这个样子 或者是一样是碧 各个不同时代的碧 有所不同 所以要看器型 四是要看弯样 玉器有两种情况 一种呢是素面 一样叫做光束无纹 一件文事都没有 另外一个呢 就上面有胶着的纹样 有图案 或者是有利器造型 纪五个呢是要看公益 这公益呢 它虽然它有相对的这个滞后性 比如说一个时代发生变化 它是不是公益就马上随之变化 古人教育 教着玉器 就是他山之石可以拱玉 这个时间不是说他山之石拱玉 从原始社会 比如说到了文明社会 就不用他山之石拱玉 就是两个不同时代 它都是用不同的材料 就是都是用他山之石 就是用随时呀 用一些比较坚硬的石头 去刻玉器 不是因为时代发生变化 就立刻发生变化 它有滞后性 它延续了很长时间 但是从大的历史发展阶段看 它这个玉器的加工工艺 是有一定的变化 但它和朝代的变化 不完全相符 就说我们要认识古玉 起码要从五个方面去判断 去判断 才智 庆色 气形 弩样 武是看工艺 最后一个是看工艺 玉材呢或者叫做玉料 是认识古玉真伪和优劣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先要看玉器材质 是否为真正的透闪石玉 或阳起石玉 咱们所谓争玉概念呢 是指矿物集合起的透闪石和阳起石 这就是争玉 那历史上就有甲玉的概念 甲玉呢一般是铭 邪玉旁一个人铭的铭 称为铭 你首先判断它这个玉器 是争玉还是甲玉 你比如说华石呀 严格讲 严格讲秀严玉 石文石都不是真正的玉 它的硬度和致密度都不够 所以它不是真正玉 比如说大家在历史文献当中记载比较多 也比较有名的蓝前玉 蓝前玉在文献当中描述的非常非常多 而且认为很珍贵 但是我们目前看到的蓝前玉 它不是真玉 它是石文石 它是石文石 真玉它有好多自身的桥件 比如说硬度要达到六度 至少要5-5度以上摩斯宁度 另外它有比重 它有透明度 它有折射率 有若干方面的桥件限制 不说什么玉都能叫做争玉 过去这是外国人起的名字 把中国的争玉叫软玉 这个软这个话不对 软玉不软 硬度至少在5-5度到6-5度 那怎么软 软是相对的 它因为把翡翠叫硬玉 所以相对预期的翡翠的硬度在7度 所以咱们这个透闪石玉的硬度 在6度到6-5度 相对它来讲 软一讲 但是把它叫软玉 显然是不科学 不符合客观实际 这种叫法容易产生误会 因为现在这个市场上 有大量的俄罗斯玉 和所谓的阿富汗玉 俄罗斯玉还是争玉 俄罗斯玉大量的是透闪石 而且品质还不错 但是所谓韩国玉和阿富汗玉 那纯粹的就不是玉 那是看起来像玉 实际上不是玉 古人是跪于玉而见名 认为真正的玉价值很高 不是吧 说文上有一句话 实之美之为玉 但是后面有个前期呢 有武德之 德是指的它本身的品质 所以不能单纯的理解为 实之美之为玉 而是说文上这样解释 说文上还有一句话 不能光理解前半句话 但要完整地读起来才是这个 另外呢 要观察它的造型 是否有穿越 萌样是否符合时代特征 你比如说 精吕玉衣 同吕玉衣 私吕玉衣 这个东西呢 只流行在 汉代和三国 到三国就最后终止 你如果说它 它有一点冲秋的寓意 那显然就是时代穿越了 就肯定是不对的 萌样是否符合特征 比如说 一般这个古萌碧 古萌碧 这个最早是战国时期出现 它是它有一件西州时候的古萌碧 那显然是错的 它是古萌和萌碧 这个时代自延续到 从战国到 汉代 以后就不这样做 如果这几个方面都没有问题 这样就有了较为可靠的基础 负责可能就是防谷 或者是易造的微谷 咱们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 浴室大约在5.7亿年的 前韩武纪的华丽西期 由于中酸性的岩浆 庆入了盖美质的大理盐 和北宏式大理盐 接住交代而形成的产物 大约在4000万年前的造山运动 空龙三壁抬起到4200米到5000米 后来在冰川的作用下 一些矿脉破裂并切锅 矿石随冰激物和水流冲到了山下 形成了所谓三流水 再冲到这个滚洞里 把滚洞的玉 冲到河流当中 就形成所谓瓷玉 再冲到隔壁滩里 又称为隔壁玉 就是玉有三料 山料呢 纯粹就是在山上的矿 然后半山里 不在山井 在半山腰里 叫三流水 冲到河几地 冲到河几地 是算子儿语 这个子语 两种写法 一种写儿子的子 一种写子吏的子 还有一种冲到隔壁碳 这个只是自新疆语 新疆有大隔壁碳 冲到隔壁碳叫隔壁玉 就是四种 从矿物学角度看 玉丝透闪师 阳启师组成的微晶结合器 具有胶织纤维纤维结构 它这个黎镜小与零件 零一毫里纤维状 这个要剑子放大镜 剑子纤维镜 几下才能够观察到玉的结构 外观上有丝卷纹理 或者同牙毛砖上的交织结构 从成分看 这个东西才是不必记 这自然科学这一套 一查东西都能查到 就知道 玉就是透闪时 这是阳启师组成的维晶结合器 它这个结构比较复杂 它从化学成分看来 是寒水的概念 检式硅酸原 这个化学方程师 方程师的结构 大家看 就是美碧且直换石 就透闪石 就是透闪石 就变成阳启师 这都是鱼 知道一下就行了 不必要记 鱼有硬度 硬度是什么 一个物件的硬度 硬度是指物体积抗外来机械作用 如刻画、压入、研磨的能力 鱼的硬度是摩斯6度到6.5度 摩斯硬度是十个等级 具体不讲 翡翠的硬度是比鱼高 是6.5到7 故称为硬鱼 鱼比翡翠硬度更激 5.5到6度 或者是有一些特别好的鱼 到6.5度 软鱼这个名称是英文名称 这个大家知道就是 所以 有中国学者认为 把过去西方人讲的 中国软鱼 应该称为透闪石鱼 或者闪鱼 鱼 鱼还有透明度 鱼都是半透明度 就是允许一部分光线能够穿过 它这个有标准 当隔着一厘米厚或者更薄的浴室 能观察到气候的雾气势 仅能看到雾气轮廓的阴影者 称之为半透明 你比如说一厘米厚的一个浴 拿灯光一打 可能看到看透 背面那个硬能看到背面 看到背面一些阴影 玉的光泽 玉的光泽有玻璃光泽 丝卷光泽 油脂光泽 拉状光泽 玉的密度 密度呢 大家知道 在一个立方米的重量 拿水是做标准 所以玉的密度是2.9至3.3克 一般是2.95克 另外还太忍性 大家知道就行 新疆河潜玉 玉的忍性最强 它强到什么程度 它坚韧程度 仅次于黑色金刚石 它比翡翠的忍性强 比钢还要坚韧的矿彩 玉比钢还坚韧 可能大家不一定听过 它抗压的强度 每一个平方厘米 由2500千克到6500千克 所以 中国人喜欢语气 玉很坚韧 韧性很强 把它作为民族性格的比较 所以 玉可以作为薄入透脂的器 忍性很强 才能加工力很高 其他东西就不行 包括翡翠 翡翠的忍性是差的 中国人喜欢翡翠 是由于受慈禧太后的影响 慈禧太后喜欢玉 喜欢这个翡翠 一看来自面间这个东西 颜色很好看 但这个东西 把现在把它的价钱 碰得太高太高 好的一副镯子 到疯狂的时候 颜色特别好 卖到人民币 三千万 这个是疯狂 这个东西啊 翡翠镯子一旦叫在机面上 如果叫在这个瓷砖上 啪就碎了 三千万 马上化为乌勇 这个玉 印度忍性比它强得多 把玉做成一个圆球 可以在这个瓷砖上拍 拍的话像球一样 像冰窝球一样可以弹强 它不会不得了 所以玉 代表中国人的性格 民族性 坚韧不催 忍性很强 就能够把它做成薄乳质的器物 比重呀 相对密度呀 它这个相对密度啊 是水在摄氏四度尺 每厘方厘米的水的密度 叫一克 染玉的比重呢 是在2-9-3-02之间 这个翡翠的比重还高 还有折射率 在这边上 知道一点 就是说它有好多物理特性 还有好多要求 不是说 我看这个东西很漂亮 像玉就是玉 不是玉 要有其他几个桥件 玉还有晶起 这个知道 凡是物质呢 凡是固态物质 大家知道都有晶起 晶起 晶起的大小 从一五每米可以到几十米 还有精力 还有结理 结理又称为劈开 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广义里预言 包含有水晶 水晶的矿物学名称叫石鹰 是二氧化龟在普通梦压桥件下的结晶起 这个都知道一下 水晶 水晶如果断开了 这个东西一定有贝壳状的断口 这个东西呢 水晶锅子 这是什么东西呢 这就是法蒙寺 唐代法蒙寺寄宫 放佛指设立的那个水晶锅子 内观叫观 外观叫锅 水晶锅子 歪过制度 大家知道 水晶 水晶 这马脑 马脑是 中国有大量的马脑产器 有丰富的马脑自然 另外还有玉髓 这个马脑和玉髓 它是材料的成分一样 结构不一样 红色的都是马脑 白色的是玉 红色的马脑 这个东西呢 是韩城梁带葱 古代有个瑞国 冲秋时期的瑞国 瑞国墓葬 这个马脑 大家看马脑 这也是马脑 这也是个马脑 这个东西是 了的 玉料里 原色就称为本色 颜色会随着玉里 尘缝不同而不同 它这个玉里面 还是个且离子 负且时是暗绿色 负石墨是黑色 负美时 这玉又乳白色 它就含有美 白色里大多数为纯净的透霜石 绿色又可以分为白色 白色就是还有一种 洋子白 还有灰白 还有翠绿白 还可以分为黄色 黄绿色 苹果绿色 绿色 深绿色 墨绿色 黑色 霉黑色 这个成很多 大家知道一下就行 要像靠讲语的刺客 要把这个判断清楚 是很难很难的 要大量的实践机会 要看很多很多东西 才能够搞清楚 知道有这么个东西 你看白语 你看白语 白语 有普通白 洋子白 梨花白 象羊白 鱼骨白 皂米白 鸡骨白 咱们看一个洋子白 这就是洋子玉 洋子白鱼 这个当然是 因为这个效果反映到这个屏幕上 可能看着夹杂一些黄色 它没黄色的 这个还原不是完全很真实的 这个东西呢 这是光暴级文物 这个非常有名 这1965年发现 这在汉原济魏灵发现 这个上面一个仙人 仙人手里拿的灵芝 仙人骑这个马是千马 马身上有翅膀 这个马这个骑下这个脚踏板上 脚踏板上 刻有翻拱铝鱼鱼鱼 它就是千马勤空 仙人手里拿的灵芝 仙人骑白露 童锚布 一只樱 这上面有红蠟 蠟就是玉皮 这都是白玉里面的,非常好的玉熊啊 这玉熊是全世界最好的玉熊 这个玉熊呢,他出土的时候,博物观的帐上写的一耳擦 你看这耳朵是擦的,肯定是擦的 就是1966年出土,到1996年的时候,我们在照相的时候 我照相的时候,我仔细看了一下 我说这一丝一块子儿料,就这么好 熊的耳朵是隆起来的,不是顺起来的 如果顺起来的话,手擦的可能性很大 它这个隆起来的话,就不是很高,高顺 它是一块子儿,硬度,忍性都很强 它怎么是擦的呢? 我仔细看了一块,观察一块,我初步判断 我是这个上面这个东西,是后代,就是当年这个遗址 当时是汉原纪零廟,经过火烧 我认为上面是一块儿烧结土的覆盖,掩盖了事实真相 它不是,它不是财,我拿这么长的钢针 我仔细在旁边慢慢撬,一撬,喷,周围撬了几个地方 喷,一块儿烧结土出来,烧结土出来以后,耳朵完整地出 哎呦,怎么敢拿这个钢针撬玉 我是有心里有急气,这个玉是新疆和谷 它的硬度已经在6.5度以上,钢针的硬度是4.5度 它怎么可能在玉,它不但不能,就是说不能给玉有任何伤害 你就是用力拿个钢针,在这么宁里这个玉上 你连任何划痕都划不上,划不到上面去 所以是请放心,没有任何问题 你看,耳朵是不是完整的,完整如初啊 这个熊啊,嗨太可居,这个熊咱们从这个角度看好像是完全正面式造型 但是你从灾情侧里看,汉的人啊,做出了真正的艺术品 先秦时期的圆胶,它都是正面式的造型 就是很僵化,很对称,缺乏生动性 只有汉人,才真正的打破了先秦时期,圆胶的那种城市化的范围 先秦时期,你不管英式,富豪,墨雅,很多地方 都出土了先秦时期的所谓的圆胶作品 那圆胶作品,所以这就是真正的艺术品 另外一个,它的一个字,只有一个目击 就纯粹用来观赏,纯粹用来观赏 没有其他目击,就是放在当年的汉代签子的须戟上 当时没桌子,没桌子,没凳子 但是有一个类似像小桌子,短腿一样 把腿放进去,那个挤,查挤的挤 把玩耀,所以它是艺术品 清玉,大家知道有白玉,有清玉就行了 这个东西,清玉 古代文献上,汉代叫苍玉,以苍帝里迁 还有一种清白玉,介护白玉和清玉之间 你像汉原,汉宣记,窦灵出土 这一件,就是连眉笔尖 连眉就是袖子连,叫连眉 连眉笔尖,俏交与人 俏交与人,利用了不同的颜色,把它做成了 进行教课,叫俏交 清白玉,你看这个杯子 它不是纯白玉,它还有青色,叫清白玉 避玉,大家知道 明清公清,尤其是清公清,有大量的碧玉 这些碧玉是来自新疆的 今天新疆这个马拉斯碧玉 仍然在做蜀蛀 马拉斯碧玉有最大特色 就是它里面有墨角,黑角 俄罗斯的碧玉黑角少 但是中国人还是喜欢 这个新疆的碧玉 俄罗斯的碧玉价钱还相对的弱 但是它品质不差 所谓的千三碧玉 这都有一些具体的成分 大家不用记,知道 有碧玉,有清玉,有清白玉,有白玉 黄玉,这个黄玉其实更为珍贵 因为它少万物以稀为贵 黄还有若干的黄,这都不需要记 也记不住 但是它绝非是黄玉或者是黄金 它是黄玉中的黄玉和矿物当中的黄玉不同 矿物当中的黄玉就是托帕石 它比海莱宝石的蓝色更艳丽 所以施宜制作界面教队 巴西的托帕石是非常有名的 巴西托帕石做界面是很漂亮的 新疆也分布极稀少的黄玉 分布极稀少的黄玉 非常珍贵 你看清宫有些器物 就是黄玉做黄玉币 杨纸白 因为它少了 所以更为珍贵 黄玉 默玉 末玉 大家知道就行 唐玉 唐瑟 这个积制界 这个矿物学界 这个风 也是 这是他们人为的致敬的一个标注。 这糖占到多少的时候,就叫糖玉。 比如说,西安博物院藏的这个杯子, 这就是糖玉,糖色很重,像这红糖也类似, 糖玉。 还有种玉叫花玉,就是在一块玉石上具有多种颜色, 而且分不得当,构成一定的花纹,或者叫虎皮玉,花斑玉,翘色玉。 目前这个和钱玉在新疆有五个玉矿, 大家知道这个就行了,不需要,就知道有什么回事, 现在还在采,我们采矿。 另外这个和钱玉又比常用作《采自新疆染玉》的同义词, 国家摆布了一个标准,然后呢,学术界有不同看法。 现在就说,你这个意思是和钱玉吗? 这个商场卖的那些拙字呀,脆呀,这个坠字呀,啥呀, 都给你标字和钱玉。 现在把和钱玉的概念泛化了, 他认为透闪、食欲都是和钱玉。 所以就出现了什么? 这是来自新疆的吗? 反正这是矿物部门有见经证书啊, 这是和钱玉,但未必是新疆的。 有可能是甘肃的,有可能是沁海的, 也可能是秀岩的,秀岩采两种玉。 大家知道,辽宁的秀岩采两种玉。 一种玉是神王石的秀玉, 一种是秀岩采玉的透闪石玉。 就是东北的红山文化。 那些玉器应该大部分是来自于辽宁秀岩, 细玉钩的透闪石。 但是也有人认为, 有少量可能是来自于贝加尔狐狸。 和俄罗斯与贝加尔狐历史上是中国的。 中国的北海,苏武牧羊, 历史上的苏武牧羊就在那个地方。 这新疆域呢,主要在这个东端, 东端到二经山, 整个西端就是空灵山的北路。 另外还有一些, 就是文广先生称为不经石, 以及团筷状的结构的玉。 这个大家看一个, 你看这个上面, 这个上面有这个小块, 和这个桥纹的这种东西。 这个颜色就可以看出了。 这是来自清海, 很新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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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新鲜。 不经石团块构造, 什么东西。 一定是古语。 空灵域的概念, 这个空灵域的概念很多了, 都不讲了, 一讲, 大家就清不清楚了。 这个因为, 它这个历史上就是这样的教理, 过去就说空灵域, 空灵域就是清海域。 清海域, 那又不是正域。 但是这个, 有两种不同概念, 不说这个东西。 清海域, 有什么特性? 有白皮, 有黑皮, 还有黄皮。 清海域颜色, 除了白色之外, 有青绿黄紫, 一般颜色不成正。 这是拍的还是清海域, 还是新疆的一些特性。 俄罗斯的采域计方比较多, 有若干额计方, 大家知道了, 就行。 秀岩染玉, 秀岩, 我就刚讲的, 秀岩县西北的偏领乡, 西域沟的山井上, 与秀域的主要采域, 只有一岭之隔, 但受同一继承的控制, 秀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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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岩里面有河摩玉, 这就是河摩玉, 红色文化, 上面有红色的玉皮, 红色的玉皮, 河摩玉, 河摩玉, 河莱大家知道有一种独三玉, 独三玉非常特殊, 十文十玉, 比如说, 蓝千玉, 秀岩, 秀岩, 这就是神文十玉, 严格讲, 他们不是正玉, 但是也作为张氏品, 比如说, 文献记载, 财玉财玉, 须水碧, 卓卓不摇, 图好色, 老夫寄寒, 沦为夕, 南夕水气, 吴庆丹。 这个太多了, 文献上描写得太短, 南前日元玉, 生年, 沧海, 岳明诸有泪, 这都很短, 不说了, 这个, 南前仲玉, 啥这都有, 京平梅子画, 搜神记, 这上面都有, 狱中南前成家, 四季红业, 结粮严, 这有很多, 咱们有一件出土的东西, 这次经过, 就是在汉武记的茂陵, 茂陵呢, 东侧, 有一个瓦扎沟, 在瓦扎沟, 老百姓, 劳动的时候, 发现这么大的一块玉石, 这么大的一块玉石, 是一个四绳玉朴手, 四绳形象, 大家知道, 青龙白虎, 猪雀玄武, 四绳, 这上面, 焦刻了四绳的形象, 这个, 这边是白虎, 这边是青龙, 在上面, 上端这儿, 是一个猪雀, 然后这儿, 这是一个, 这东西, 看不见, 太小了, 这是一个, 乌龟, 咸一条蛇, 蛇柴, 一般叫玄武, 是作为北方, 北方, 从方位上讲, 从北方的代理, 都确实是南方的代理, 另外就是, 我们宝鸡市青铜器博物馆, 有一件, 全国迄今为止, 最大的玉壁鞋, 这个最大的玉壁鞋呢, 是东汉早期的一个, 墓葬当中猪土, 这是考古发学品, 这件东西呢, 长期以来, 比我们一些, 搞古玉器专家认为, 这可能就是蓝牙语, 2016年的时候, 我请上海英文技术大学的, 刘威东教授, 矿物学家, 把镜棱外光谱仪, 拿上, 到博物馆去进行测试, 测试的结果, 它是透闪式, 不是蓝牙语, 这长期不认为是蓝牙语, 包括很多著作当中, 都认为它是蓝牙语, 它不是蓝牙语, 但是上面这一件, 它做过成分分析, 它的基本数据, 和现代的蓝牙语是相同的。 就是, 最早是杨伯达先生说, 这块东西我看向蓝牙语, 后来就书方书, 说它像华士, 杨伯达大家知道, 杨伯达92岁, 它就是中国大陆研究传世语器, 最有名的专家, 写了很多很多的著作。 苏方书呢, 可能有些同学知道, 有些同学不知道, 它是美国著名的艺术史家, 是罗越的研究生, 罗越, 苏方书, 后来在弗雷尔博物馆工作, 最后又到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文化研究所所教授做所长, 现在已经, 又离开香港, 香港人士的, 拼任其理教授, 这是研究故意的, 他说是透沙石, 是华石, 因为他这个华石的概念是, 出自李玲先生的著作当, 李玲是苏方书告诉他, 是这个东西他看过的, 是华石, 不是华石, 不是蓝钱, 它是透沙石, 硬度很硬, 但是这些东西很兴奋, 非常兴奋, 辟邪, 辟邪就是狮子或者老虎掌上刺, 有人说这个就是狮行, 有人说这个狮子传入中国, 是东汉章记的时候, 真正的狮子传入中国, 但是在三海经当中, 有狮子叫俊夷, 大家知道, 三海经当中说有狮子, 知道有狮子, 知道有狮子, 但是没见过狮子, 中国人也没见过狮子, 但是在东汉, 在西汉时期就出现了碧邪, 这个造型到底是狮子还是老虎, 李玲先生认为是狐行狮子, 这老虎和狮子, 有些区别, 究竟老虎厉害还是狮子厉害, 真实的动物当中, 狮子也很凶, 但是人家侧净着老虎这个力量, 老虎这个力量是, 一个爪子打下去, 有1000公斤的力量, 这五双打虎只能当作故事来起, 人根本不是老虎的对手, 哪能打老虎, 老虎的力量, 老虎一翘可以翘无名远, 崩一下翘无名远, 那是非常厉害的, 老虎是真正的受众之王, 但是中国人, 别说他古代, 他喜欢外来的东西, 到现在还有重阳迷外的思想在作怪, 是外面的东西, 很奇怪, 外面的东西很美丽, 就是唐代的黄鸡, 不让老虎给他手蒙, 都让狮子给他手蒙, 那是外来的东西, 唐代黄鸡的陵园里面, 都是用狮子, 但是狮子确实和老虎比较起来, 小物皆大物。 各个不同时代人, 对玉器的教法还有一种不同, 你比如说, 何家村教藏出土了这么多的玉器, 这是迄今为止, 考古发现出土的唐代玉器最多的, 其他地方都无语率不可比较, 他这个银河上面, 里面, 装面有很多玉带, 他的这个玉带的名称啊, 就是这是什么玉啊, 在银河这个墨书上都写着, 你比如说, 他写的是白玉, 念文白玉多少多少, 然后另外一次, 更白玉, 什么依, 依据16世和15世, 把他搬玉, 搬玉就是清玉上面有黑搬, 搬玉这么这么, 然后又生搬玉, 然后又古得玉, 就是唐人啊, 对这个玉圆的命名啊, 在何家村教藏出土里, 这个银枝墨书的文字, 就是银河上面的墨书文字, 毛里写的字, 叫白玉, 更白玉, 白玉就很白, 但是它更白玉, 就比了白玉寒白, 白玉就有斑, 这个生斑玉, 比了斑玉成斑寒生, 古得玉, 古得玉究竟指什么啊? 在阿姆河流域有一个古得国, 古得国呢, 现在人们一般解释, 古得国就是阿姆河流域的国, 这个国家给唐王朝共铃玉, 这是传统的说法, 我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集刊上写了一篇文章, 古得玉考, 我认为是颜色, 你看,它上面写白玉, 更白玉, 白玉, 生白玉, 古得玉不会出来说一个国家的名称, 作为玉的名来名称, 况且古得国, 阿姆河流域的古得国, 不惨意, 所以我认为是颜色, 是一种颜色, 有讨证, 这个剧情就不说了, 你看比如说, 白玉, 碾文白玉带, 这个师傅人手上面是, 都是狮子, 碾文白玉带, 这都一时六句, 病诀, 这个诀是什么呢, 诀就是这个代寇, 代寇叫诀, 邪玉旁边一个诀心的诀少两点, 就是那个耳朵上夹那个东西, 现在大家习惯叫诀, 就是这个诀, 病诀, 他这个是黄金用的, 为什么说是黄金用的, 签子用的带跨是十三跨, 这一件呢不能算, 这一件呢它是和带扣连接起来, 它是中间要连接起来, 不连接起来就带子没法组成, 这一件叫茶尾, 茶字呢是黄金的金, 旁边加个住宅的宅, 住宅的宅叫茶尾, 一般啊这个建老上没这个文字, 一字字里的话就写成塌子, 这金字片方有一个塌, 所以这个叫茶尾, 剩下这次刚好是十三块, 这十三块, 就是签子为格, 签子才能可以用, 这个制度呢是源于北朝, 源于北周, 北周时候, 御文雍雍墓里面就出土了, 它虽然不是御代, 但是它是同代, 这个同代呢它就是十三个圆块, 十三个扣杖, 然后扬州曹庄的隋杨记墓, 出土那个御代, 也是这样的, 那个御代呢, 看样子是北周的东西, 农线上又记载, 结构上和北周, 彪姬大将军若干勇墓, 这个御代进行比较, 它的结构是一样, 这个是碾纹白玉代, 这个还是一个白玉, 白玉有孔代, 这碾纹白玉代, 这碾纹白玉代, 这还是个碾纹白玉代, 这个呢, 跟魏莎的快速都一样, 它这个诗诀, 它这多了一个诗文, 它这再一个没有那个, 它这个放不放不放, 这个带扣, 诀应该在这放, 它这一件是演出来的, 就说多了一个, 它整队这些人啊, 上面的人物形象, 都是苏特人, 都是胡人, 它有积乐呀, 有饮酒呀, 有宪宝呀, 有各种动作, 所以这一件是个狮子, 而且这样的话, 我枝度也不合, 就是混进去了一块, 大家是不是就说, 混淆了, 就是把这个放错了, 古代给皇记装置的东西, 你干错吗? 错了沙头啊? 并非完全如此, 比如说, 法门寺里, 唐代鸡宫, 鸡宫里面, 出土的物账碑, 碑子上清楚地写着黄记啊, 就可以献给鸡宫的, 献给为了供奉舌利, 有很多东西, 有很多东西呢, 物账不能相符, 账上有的, 又没有器物, 实际有的器物, 账上又没有器, 另外陕西历史博物馆最著名的一家文物, 就是竹节雄楼, 藤流经竹节雄楼, 这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一, 它上面的文字, 杆子和上面的雄楼的文字, 是不对的, 是错了, 装配错了, 这是公认, 就是说, 古代出擦错的, 这啥地方也出古, 现代也如此, 这就是更白语, 看比那个白语还白, 需要更白语, 这个唐人很有意思, 白语更白语, 这古多语, 这古多语, 看这个古多语, 就是这样, 有人认为它就是, 清语上面夹这个黑角, 就这一阵, 像那个海豹身上的皮, 当然, 豹斑玉是另外一个概念, 唐代还有所谓豹斑玉, 刀来越石, 是一种石头, 不是鱼, 这是古多语, 咱们来看这个, 斑玉, 白的上面, 黑斑, 深斑玉, 这个黑色呢, 比它颜色更深, 深斑玉, 绿松石, 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中国最大的绿松石, 最矿在湖北, 石雅, 实陕西的这个, 晴陵里面, 也有很重要的绿松石, 可能, 二里头, 出这个玉笼, 是来自陕西沙兰的绿松石, 它做了考古, 做了一些考古教材, 另外还有清京石, 清京石大家知道, 清京石呢, 是阿富汗里, 是两最优, 大家知道了清京石吗, 还有琥珀, 琥珀就更不用讲了, 星石器时代, 距经一万年的四千年之间, 玉器呢, 绝大多数是旧际取材, 比如说, 星龙瓦文化玉器, 红山文化玉器, 都是取自于, 辽东败道的绣炎玉器, 在中国历史的文献当中, 把这个地方移语, 叫移语, 东移,西, 东移, 西融, 这个都是移语, 梁珀文化的玉器呢, 这个问题实际上没有解决, 梁珀文化的玉器, 实际上没有解决, 大家看, 去采议, 浙江茅山山内, 和千木山山内, 这个济制部门, 在江苏的黎阳小梅里, 也发现了, 就和, 两组玉器, 类似的玉矿, 但是那在机下200米发现, 所以有人认为, 可能是千木山, 千木山的移语, 这个很多历史问题, 就是历史上用力, 究竟是什么地方, 有很多问题, 还没有完全解决, 这个, 有待于解决, 过去呢,认为, 也有, 很有名的技智学家, 他通过木宴, 说, 养少文化, 就开始运河前运, 但是, 这个木宴是不可靠的, 是不可靠的, 又有人说, 齐家文化的玉器, 与灵套马贤山, 透闪时的玉矿特征, 有一定的相似性, 可能齐家文化, 就用了那个基本的玉, 还有西藏的卡洛文化, 曲贡文化, 新石器时代的透闪时玉矿, 开发呢, 就是在东北, 东南,西北,西兰, 已经全面开发, 但是, 啥时候用新疆河前运, 使学术界一直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 我后面再讲一讲, 夏商周到汉代, 应该用的透闪时, 主要是以干清济区为主, 另外呢, 还有绣炎的透闪时, 台湾的这个碧莱文化, 这个古玉器呢, 可能是花莲的玉矿, 有没有关系, 新疆河前运, 什么时候输入中原, 一般人认为, 始于福号墓, 福号墓里面有大量的河前运, 因为, 当年, 英虚福号墓发现以后, 请北京, 技矿部门, 做了个监禁, 五件玉器进行监禁, 监禁的结果呢, 认为是透闪时软玉, 后来又请了北京玉器厂的老御工, 老师傅, 去募宴, 认为是新疆河前运, 从此就认为, 福号墓中的玉器, 为河前运, 现在学术界, 至少有几种不同的关系, 认为河前运输入中原, 是西州, 或者是春秋, 或者是战国, 西州说的主要依据呢, 依据穆迁子传, 即在周墓王西游, 到了空龙山, 到了空龙山呢, 建西王, 并且, 那儿有穷玉之山, 穷玉之山, 很多山上都采玉, 他却采玉, 是这个穷玉之山呢, 据顾吉刚先生的研究, 认为穷玉之山, 就是七连山, 而不是新疆的空龙山。 又有人说, 李斯在《竹客书》里面说, 今必下直, 空山之鱼, 就认为, 起码, 起码, 秦始皇时代就用了空龙玉, 李斯都讲了, 但是大家知道, 这个空山, 空龙山, 这个概念, 在先秦时期指, 西北济区的高山, 立神最近的地方, 接近神的地方, 他不能确自来一座山, 就是空龙山。 真正把现在, 新疆的这一桥, 长两千多公里的空龙山, 较为空龙山, 是汉代人的纪理概念, 而先秦人没有这样的纪理概念, 所以, 一看到空龙山, 或者一看到空山, 就认为是现在新疆的那个空龙山, 空龙山不光是新疆, 主要在新疆, 有一点在西藏, 有一部分在青海, 所以这个, 应该是不对的, 是不对的概念, 只有, 只有到了汉武记时, 派遣张谦去出世西域, 张谦回来给汉武记报告, 是那个地方的残域, 而且, 才正式命名那个山, 叫空龙山, 只有到了公元前六十年, 西汉政府在新疆设置了西域都部府, 设置了一个正式的行政管理机构, 有了这个行政管理机构呢, 才在这么遥远的地方, 封断设立一站, 你要管理这个地方, 你要兵马粮草, 怎么过去, 不可能到那个隔壁沙漠上, 漫无千计地跑, 大家不知道去过新疆, 新疆有好多地方, 有无人区, 开几百公里, 茫茫隔壁滩, 茫茫沙漠, 看不到什么东西都看不到, 冲草不测, 鸟不拉屎的地方, 但是有个别地方的绿洲, 把它才能够解缀起, 有绿洲地方, 然后建设一站, 然后要到达那个地方, 透过一站, 在这个地方能够休息, 休整, 吃喝, 问题才能解决, 只有盛令西域都部府以后, 才有可能, 有国家的力量, 把新疆出彩的比较好的, 和钱运, 运到中原来, 供中原使用。 你看公元前1250到1192, 这个是商代的这个集团, 你看商代这个集图上, 在新疆是这么广大的集图, 商代就是这一家半头, 然后到秦始皇时代, 所谓四海币, 然后就是统一了恒大一个中国, 就是这么大一个家, 然后到了汉代, 汉代这个半头就很大了, 设置了西域都护府, 西域都护府是一个政府机构啊, 这个半头就很大了, 这是新疆的大部分, 你看那个柴域要多空难, 在现在的柴域, 新疆的, 这毛驴去拖啊, 现在的山上去是很空难, 不过现在已经把路修到山底下了, 啊, 这一条是山料, 啊, 这个是芋, 这一条是芋, 嗯, 都是山料, 这一条是芋, 那一条是芋, 凤儿是芋, 每条是芋, 都说以芋区, 这吃芋区就是芋区, 这一条是芋区, 美国区处处, 这一条是芋区, 对一条是芋区, 这个是芋区, 这一条是芋区, 庆色是任世古语的灵魂,咱们是这样的。 十几分钟,一个小时来,咱们休息十几分钟。 这十几分钟呢,有啥问题啊? 这个实战是给大家怪一点,怪一点。 龙就是龙。